发烧话题就跟就底 欢迎收看热情追踪 我是王李仲燕 台湾的国门因为新冠病毒封锁了两年多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确定 10月13号正式实施零加期政策 同时取消旅行社的出团禁令 旅行社业者乐观其成 专家观察国际的疫情状况 认为台湾的确可以解除国门的封锁 因为其他国家疫情趋缓 而且不少民众都有感染过 形成了自然保护力 再度引起社区间的流行感染 可能性比较低 因此现在正是活络观光旅宿业的好时机 不过旅行社业者接下来要面对挑战是 如何将这几年流失的客源重新找回来 在国门敞开之际 也考验业者们后续的应对 记者黄秀文 张宏顺的专题报道 夜晚的澳洲街头 迎面而来的路人几乎都没戴口罩 即便是在密闭的地铁车厢里 也完全不见人口遗照 因为澳洲政府已经取消大部分的口罩令 新冠疫情爆发后 澳洲与台湾双双被形容为防疫自由身 澳洲更是世界上防疫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2020年3月起澳洲实施封城 国际航班禁飞 也不允许海外澳洲人返国 但是2022年年初 澳洲选择了与病毒共存 借助封城 航班复飞 甚至连口罩令都没有 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 因为超过7成的澳洲民众 都接种过三剂疫苗 是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接种率高加上疫情趋患 台湾人Alice就是在今年1月 澳洲接连解除一连串的国内防疫措施 及边境管制时入境澳洲 但她在旅澳期间不幸确诊 Alice7月确诊时隔离7天 而澳洲持续松绑防疫措施 到了9月 澳洲确诊隔离天数 已经缩短为5天 10月14日起更是大为宽松 澳洲确诊者已经不用隔离 历经近两年的防疫锁国后 从全世界最严格防疫的国家 开始大开边境 欢迎外国人踏上澳洲土地 我们那时候来隔两个礼拜 那时候我记得跟台湾的入境政策是一样的 现在对入境的政策好像蛮开放 因为我们有朋友 就是可能是最近才来 那我看他们好像 好像也都不用做什么隔离的动作 现在入境澳洲 新加坡日本的时候都免筛检免隔离 欧洲虽然不用出示申报健康声明即可入境 但入境24小时内 要依各州的规定进行PCR检测 新加坡只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或PCR阴性检测报告即可入境 但没有完成3G疫苗接种的人 可能会被要求购买新冠旅游保险 打满3G疫苗的民众 入境日本也不用PCR阴性证明 而且10月11日已经开放观光自由行 我们的防疫政策是跟着日本那种方式来走 那日本也是算东南亚东北亚开放比较慢的国家 那更慢的就是我们台湾 境外的每天就200多个 但我国内确诊的将近一天就是三万三四万人 那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说你在所的国境有什么区别 旅行社业者期待边境全面开放的那一天 为了救经济 引导全民生活回到正轨 国境开放势在必行 澳洲跟台湾一样都是岛国 人数也差不多 如今澳洲已经对旅客打开友善的双手 而台湾10月13日宣告边境解封 才刚要步入下一个阶段的疫后新生活 其实疫苗打的唯一比日本快 但是比一般国家还是晚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VA.2 一直到6月才发生 那日本为什么在这一次5月 4、5月的时候VA.5发生 就是你的疫苗打的越慢 当然你的流行就会一定跟着慢 自然感染 因为你会失效时间比较慢 台湾疫苗可以打的比较慢 边境开放的日期也就比其他国家晚许多 但边境开放是时事所需 也代表全台将朝着正常生活迈进 韩国是VA.2 那VA.5是小流行 跟台湾比较一样 所以都度过这些流行 所以对于国外境外解封 我想全世界就是真的 已经是时事所欺了 无法阻挡 疫苗的人工免疫保护力 跟自然保护力 一定要把它合在一起 让它变成是一个免疫皇后想的观念 让所有的人走出 今天这两年半来讲 这种高度警戒的 这个所谓的防疫措施 它的心理作用 专家认为台湾已逐期到免疫防火墙 新冠病毒造成高死亡率的几率 已经下降许多 因此境外解封之后 对疫情产生的冲击相对减低 现在主流病毒株 是慢慢被VA.5所取代 那其实如果从境外移入的话 大部分塞出外也都是VA.5为主 那VA.5或许将来可能 这些病毒还是会在突变 但是我们会发现说 不管从VA.1到VA.5的 这一个所谓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虽然病毒的传播力提高 但是它导致重症的死亡 并没有这样子显著的提升 当病毒造成重症跟死亡的几率降低时 就不会瘫痪医疗量能 更有专家认为 Omicron就是末代病毒 尽管有可能再产生局部突变 让感染力跟免疫逃脱力增强 但被Omicron病毒感染过的人 将可能具备一定程度的抵抗力 如果没有新的世代疫苗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这些旧的疫苗保护力 已经慢慢下来 大部分都是靠自然感染 而不会引起重重症的这些人 来保护大部分的人 各国陆续开放边境 意味新冠疫情大流行 已经步入尾声 但仍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变种病毒 保持警惕并且保留更动防疫措施的可能性 也有专家认为说 你一定会被感染过一次 至少一次以上的一个这样的新冠病毒 但是我们也发现说 在我们身上 我们有没有看到严重的并发症 有没有看到所谓的死亡率攀升 有没有看到重症住院率上升等等 那其实在如果这样的状况下 这个就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 就是要提高警觉 疫情爆发两年多来 全世界渐渐摸索出 与病毒长期相处的策略 也逐渐接受将新冠疫情 视为是地方性流感的概念 在疫苗普及下 脆弱族群得以被保护 只要中重症不要大规模爆发 回归正常生活 直遇可待